三连到位 黑板干碎 赢得每个三连 都是up主生发的动力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弟 德杯四强第一场 还是经典的韬博对IG 这回忍界大战 集夜村只剩下一个木叶巡 这开头吹的BGM也不是青鸟 忍界大战啊 实在的眼泪罢了 话不多说 开席 这次我们复盘的是第一局盲选局 选这一局 是因为新IG相比后两局 前中机还是打得不错的 才不是因为盲选局 可以少讲BP而偷懒的 总体阵容还是得说说 盲选嘛 大家都是选自信 且不会出错的角色 这里双方最大的不同 在于上路的选择 韬博这里 是纯纯的拦你上代 IG则是猜一手 阿水要拿炮台AD 打算用猴子团战去针对 这猜是猜到了 但猴子又被奥文康特 线上是不太好过的 总的来说 前后排分明的韬博 阵容后期上线会更高 IG想要赢团 得看猴子和妖姬 能否开水成功 进入比赛 一般来说 韬博这种阵容 会围绕下半局去打 最起码也会保一手 不过看到对方是猴子 上路前期能压血量 在没人干扰的前提下 是有跃塔条件的 所以天这里 开局从下往上刷 想在上路找机会 有意思的是 IG对这一点 并不是毫无察觉 双方前期在野局的算计 与反算计 还是挺精彩的 首先 韬博要越上的话 有一个比较常规 好用的办法 以前我们在节目中讲过 就是上路慢推 转速推兵线 在兵线进塔的时候 上路可以卡一个等级差 打野三级 就位上半局 中单有一个顶小兵 TP月塔的机会 关于兵线处理的细则 可以看碗子席180期 RNG和韩华的复盘 不过这种月塔方式的 前提条件是 中单前期能推线 并且最好在上路 处理完兵线的同时 把中路线 塞进对方塔里 但这一局 妖姬开局 就展现出了 非常强的推线欲望 盲森也放弃了 速三抓上的计划 月开坚决的推线 让上路 规避了被卡等级月塔的风险 还在F6做了一个眼 看到了盲森的开业路线 然而淘博越上 还有plan B 毕竟上路有康的关系 只要换血 肯定是能打出血量优势的 所以左一在 B线被推的情况下 学了W 刚好气球兵 又刷出了一个屏障 凭借着回推线和屏障 左一可以拿回线权 创造一个TP支援的空间 淘博越上大纪里 中路线权这个问题是解决了 但是在上班区 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的同时 下路的安全也是一个问题 当然 淘博要越上的信息 肯定跟下路同步过了 所以下路采取的策略是 开局速推 在队友越上的时候 等回推线过来 就不会亏什么B线 如果要自保 往河道插眼就是了 但是越上的队友 还需要知道暴女的位置 所以陆鲁这个眼卫 难免会做得更深入一点 下路推完线去野区 做一个深入的眼卫 原本就是一个 比较常规的作业手段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暴女这种黄色视频眼出门 却一直留在身上的 会在到达四级后 卡视频眼的两极充能 去对方的野区作业 只是却在 露露插眼过程中 发生了意外 站在IG的角度来说 露露从线上消失的时间 有点太爱久了 大概率会去野区作业 所以直接往野区草丛 拼了下信号 同时暴女提前插眼 在眼看到露露过来之后 暴女立马放弃buff 直扑露露 这里寻的操作非常细节 它是没有给露露挂印记的 所以暴形态W 有6秒的CD 这里人形态的平A 不仅是为了给露露挂减速 减少露露的走位空间 更是在拖暴形态W的CD 在算到猛扑CD即将赚好之后 才出手标枪 一套行云流水的连招 拿下衣水 其实露露这里是有机会活下来的 但她的EB没有给到自己 而是挂到了暴女身上 另外 阿水看似莽撞的闪现 其实也是有说法的 前期对先恶飞流水和泰坦 是没有机会换血的 身上一直都是满蓝状态 以此能反推出 露露大概率还有守护者 阿水这个闪现 是想补上平A伤害击杀暴女 同时拉近距离 触发守护者救下露露 可惜露露提前阵亡 才让金克斯这个闪现 变得毫无意 另一边 涛博的月上大计 在无人干扰的情况下 倒是实施得很顺利 但问题在于 这段时间涛博没人能管中下了 第一波抓上 不代表涛博这局比赛是上路 涛博可以在上中野拿到优势之后 通过先锋团 把下路双人组换到上路 再用峡谷先锋去反补金克斯 但IG接下来 对下半局发起的一系列攻势 让涛博这个可能潜在的计划 化为了抛营 这个时候 涛博下路对IG来说 就是带宰羔羊 厄飞流斯是很好配合打野的绿子刀 对面两人没闪 就不用讲究什么套路了 暴女直接来硬抓就完事了 中路的妖姬没有兵线压力 又能支援下路 可以说勋这几分钟里的判断 是很准确的 瞅准了涛博暂时分不出太多精力 照顾下半局 先从下路打开缺口 再去中路抓死左翼 节奏上 可谓是顺风顺水 不过这里存在一个问题 其实双方经济没有被拉得太开 IG针对下路的攻势 死的都是鹿鹿 金克斯的发育 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天在拿到峡谷先锋的情况下 是可以仰下路的 但为什么就是一直围绕着奥恩打呢 这个思路乍一看上去 涛博是不赚的 因为在这个交换里 仰起来的是奥恩 厄菲流斯却在吃掉 满肚层防御塔的情况下 把金克斯逼到自闭草丛 在后期C位的发育上 涛博是滞后的 天在这个BO5的状态 确实不太好 不过仔细看下来 天的这个决策 属实有点无奈 这就是IG前期节奏造成的影响了 最受伤的其实不是涛博下路 而是Night 在抓完上路之后 Night补出的是法穿鞋 并且用起风密集 把TP换成了点燃 这一段时间 左一打线能力 是会比妖姬更强的 然而IG的一波中野斧联动 抓死左一之后 左一亏了一整波冰鞋 妖姬回家也补出了法穿鞋 妖姬在6级后 本来就比较好打左一 这波干戈过后 就是由妖姬掌控了 中路对线的主动权 而左一由于之前 把钱用去买法穿鞋 没办法做回篮书 打出推完线就走的效果 保持自己的对线强度 这是很有必要的 举个例子 8分钟出头这里 妖姬踩脸抓左一 落点打一套 左一反手扔个睡 很常规的左一妖姬 线上换血流程 但这种换血 左一W没减到好技能 没有装备优势的情况下 是亏的 如果妖姬不是 鸡蛋左一捏着的点燃 甚至可以硬顶左一一个Q 地边走位等第二个Q 利用多一个闪现的优势 完成单杀 不过左一捏着点燃 也是有缺点的 那就是中路会少一个TP 注意九分半左右 天带着先锋之眼 在下半区出现过 这是芒森唯一能在 下路放先锋的时间点 但在这个时候 IG刚好把蓝buff给到妖姬 代表着妖姬能先推先动 这是硬帮下路的第一个风险 再者 就算下路放先锋时 没有打起来 万一拖到对方双TP赚好 中路少一个TP是其次 最重要的是 鲁鲁还没换扫描 谁知道IG在背后 埋了几个绕后眼 所以说 职业赛场上 每一个决策都是有据可循的 理论上 涛博这把围绕下路打 把金克斯扬起来是最佳剧情 但IG前期针对中下的节奏 导致这个时间点 涛博是帮不了下路的 综合场上所有信息判断 帮上才是涛博最稳妥 并且不会被拉开经济的选择 虽然到了中期 金克斯一度落后 恶费流送将近一个大件 但相应的 奥文也领先猴子不少 这也是涛博中期团 有得一拼的原因 不过就中期而言 小有优势的IG 有两个扩大优势的手段 分别是单带和团战 先说单带 这个时候腰机的单带 是有绝对优势的 因为中期涛博这边 肯定是双人线站中路 奥文和左翼去处理B线 奥文单线基本没什么危险 左翼收线就很难受了 稍微把线带出去一点 就有性命之忧 可惜的是 这只新IG在运营方面 跟强队还是有差距的 可以看到 月开在临近19分钟的时候 尝试单带 但有中塔优势的IG 并没有做出推线 在进野区做视野的动作 妖机的单带环境并不好 25分钟 妖机在上路单带 但野区没有扑下视野 中路也没有现眼 单带环境同样不好 所以在中期 涛博最难处理的妖机单带 做的只是把线推进去给涛博吃 却做不到 给防御塔和单线角色 形成有力的威胁 既然单带这条路走不成 那么只能看团战了 IG团战是很看猴子和妖机发挥的 猴子能否开到对方C位 将会决定IG的团战上线 能拉到哪里 然而涛博并没有给到猴子太多机会 第三条小龙团 涛博直接全对亲一遍野区 找出了猴子 涛博的谨慎是一回事 但Nanny自己本身 可能也没太注意绕后这点 比如Tim排龙团前夕 其实IG已经做好了野区 入口这块视野 是可以藏人的 然而最终猴子还是去了正面 IG这种突后排的阵容 正面是跨不过奥文的 即使俄飞刘斯的装备更好一些 但两边前排的坦度不是一个量级的 涛博作用盲森左翼两个残局之王 反而是在落后的情况下 打出了一波团面 这波团战过后 两边经济基本没有什么差距了 随着奥文开始给队友发装备 涛博阵容的后期上线不断在拉高 就算后续IG换来了一条大龙 也没有拿到实质性的优势 不得不说 涛博至少在目前看来 后期出错率比上赛级是低了非常多的 全程都没给猴子绕到一个好的开团位 新IG在团战处理方面 确实比涛博弱不少 明明差距没有太大 但后期团战已经有一边倒的意思了 基地前的绝命团 是猴子极有摸到金克斯的机会 还被露露大招打断了切入 涛博自然是轻松拿下这局比赛 综合整场比赛来看 IG前期通过薰的灵性Gang打开局面 一度让涛博下路 陷入了本次得杯最大的劣势 不过中期运营工底和团战处理 确实和涛博有不少差距 本次得杯也算是交了学费 这期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 我们是超能干的小黑板 我们下期再见